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Ruby 莫秀安出生于殷儀世家 由太爷开始 四代都是从事殷儀相关的行业 在一个殷儀家庭成长 其实跟其他小朋友都没什么很大分别 但是有些可能说 有些不认识这个行业的朋友 可能有些家长 他会担心说 如果我小朋友和你小朋友 会不会有问题 你们做朋友 会否有很多细菌等 这会出现了一些谋误 但我觉得殷儀工作者 我们是服务先人最后一程的工作人员 其实我觉得这个行业是偉大的 也不需要如何避忌 小时候其实没有想过 自己会从事这个行业 因为我自己是读商科 我会想到大过自己 读完书出来 应该做自己的生意 接受更多新的挑战 在某一年的暑假回流的时候 看到父母真的开始老了 看到平时他们可以24小时不停 但原来发现现在六个小时 他们都开始慢下来 当时意识到 其实家里原来的父母 养育我的父母都会真的老 所以当时开始决定自己去考虑 是否应该开始准备自己日后的路 怎样可以减轻他们的工作 然后可以帮他们接手这个生意 这个其实不是最小时开始的 也有自己的想法 到我自己决定了之后 就开始修讀相关的课程 到正式自己畢業的时候 就开始接手了 一步一步去理 我接手的时候 其实也是从低造起的 做一个店里的大姐 开始开门、收铺、清垃圾、沖茶、滴水 我觉得当你想越知道多 应该越从低开始做 你会了解流程各样的事情 会最多 死亡,往往会令在世的人有所反思 殯儀行业 令Ruby每天都要面对死亡 在这个环境之下 她经常对生命作出检讨 小时候我也是一个很香港的女生 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可能又有脾气 各样东西都是摇高头来走路 到接手了这种生意之后 每天都见到很多生来死变 见到有家庭很融洽 也见到一些家庭因为一些原因 可能是冲突 可能是钱的问题 令到家全散了 我便开始去自己体会 原来生命是这样的 一个真实的世界是可以很好 亦可以很丑恶 所以我自己会想 如果我想我的生命活得很精彩 其实我会看到一件事 就是真的要活在当下 死而无憾 要珍惜身边的人 你父母可以很疼你 你可以很疼你的子女 但有些子女很难反倒 会很爱护她的父母 相亲 其实有可圈可点 但我曾经看到一些案例 就是 客户对自己的父母很难忘 可以不文不文 我们说的是薄养 即是用一个 也没有照顾她的方法 去供养她的父母 但如果子女 当发生起事上来的时候 他们会给她的子女最好的东西 其实中国人很有趣 你的父母永远会对子女好 而你又会再对子女好 但反过来 是否真的每个人都能做到 我觉得这也是关于生命教育 和家庭教育的事情 而我希望从自己做起 我对我父母真的不错 也希望我们下一代 会引以为监 或当是一个模范 去看着如何做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